刚刚请我们讨论侯友宜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 也就是说 其实对于侯友宜来说 他应该先专注在大战略层次上 就是说你把自己的人设 从厚厚做到一起拉出来 变成一个可以为台湾做事的总统 你自然就会拱的力道 可是你如果不断来释放出 你民调第一名 有谁又支持你 地方劝进声量有多大 谁要当我的这个 这个落跑之后 谁当我的新北市市长 人选 这些是无济于事 它是落入选举中的战术层次 比较下位级的部分 可是反过来说 国内战争打得很凶 国际的战争也打得很凶 那偏偏这个国际的战争 打在哪里 打在台湾 打在台湾 那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是 我们不可以落入什么 战术层次的调整 我们在大战略要有调整 可是很有趣 英国金融时报 特别做出一个独家 美国军事代表团 上个月来访台 讨论跟台湾 扩大军事合作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知己人是说 美军代表团看出 国军在战术层次 游泪有余 却欠缺战略思考能力 跟刚刚我们讲 侯友宜的一模一样 所以到底台湾 你觉得战术上 战略上要怎么调整 还有为什么现在 对于美台的军事合作 完全不设防 直接写在板子上 写台美培训成果报告里面的东西 这个跟刚才的那个新闻揭露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样的是台湾不方便说 因为说的话 老共就会说 美国殖民台湾 战斗兰的赵大哥 又会告诉大家说 美国在背后指指点点 或是老共就会怎么样 而且也要尊重美国 美国是主要协防台湾的盟国 技术跟装备人员 信念是由他来说的 所以我认为金融时报的消息 就是美国放出来的 绝对不是台湾的国安高层 美国要告诉他几件事情 我们国安高层只能放自由时报 对 但是是金融时报 自由时报转述 美国告诉几件事情是 即便台湾去年选举 发生很大的变化 或者是说民进党的惨败 但是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是 基本上紧锣密鼓 这就要告诉大家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按照这么巧 一月 就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呢 恢复兵役一年嘛 这里面呢 美国一定有角色 而不是美国的要求 而是美国的劝告 台湾呢 觉得有这样的需要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台美的军事交流 常态化 已经到什么地步呢 美国的军事代表团 去年12月间 我猜是在12月中左右了 来台湾访问 针对陆海公三军进行评估 而这个评估是什么 不是战术的 战术是小 什么意思呢 战术 你要去做那个恢复疫情 然后呢单兵训练啊 会不会操作呢 标枪啊 这些 或是刺身飞弹 要不要 对美国人来讲 我们是世界上地表最强的陆军 后面就可以看到了 叫海报 叫海报啦 三角兽这些东西呢 来当总指教官 这可以教 重点是台湾现阶段 对于自己的战略 大战略 有没有想法 我们知道我们最重 我们最敬重的李明喜了 他也就跟他讲说 不对称嘛 这是他的 我尊重他的想法 但我们可不可以把不对称 当成是我们的主要的战力 你看 我就随便讲了 包含源头打击啦 主角境外啦 等等等等 那到底现阶段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台湾是要发展什么样整体的战略 陆海空要不要变成是战区 我说的战区已经不是战术的问题了 老共有五大战区嘛 那现阶段呢 我们除了在十座联兵之外 有没有可能呢 有更多的调整 或者是说呢 那么将来的恶鬼对话之中 要不要把这个当正是啊 今年重要的议题 美国在释放这样的讯息 好 这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那我觉得这就是军文社吧 对不对 因为我相信坤运哥啊 最了解我们的军方的文化吧 如果没有军文社跟国防部的同意 这东西可以随便露出来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要去采访 基本上他还是会善意告诉说 这个不要排 因为呢 这里面有这样的冶炼科目 那你看啊 陆军部队实战化射击 这个就是战术了嘛 对不对 实战化射击 国军地面不管不管 然后国军训练手册 第三 台美协训成果报告 我认为美国最不担心的是 这样的战术演练 战术的指导一直在做 所以不是刚开始 是已经有成果报告 对对对 已经有协训成果报告了嘛 那这个协训 已经是战术层面了嘛 单兵操作啦 实作演练啊 或是战继经济啊 或者是呢 美国把自己 你知道最远讲的 美国的班十六个人嘛 这是你告诉我的观念嘛 那我们班还是十个人嘛 九条好汉 对对对 还是九条好汉 你是不是要去做 三人三人一组的 这个新的战术的这一种呢 这个在战场上的 攻击或防守 也许都告诉大家 但是你看 这是实战化的射击训练 好 这些新闻都是有脉络的啦 从战略到战术 国军作将揭露 接下来 你看 这也是联合新闻网 独家 这独家不是自由时报哦 这也有趣哦 蔡总统是 这个市岛 澎湖牛星湾 台北 闪光 操演 不是那个放闪啊 对 那你眼睛快瞎亮 正闪亮中 什么样的闪光操演呢 又来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告诉你说呢 美军的海豹第一大队 第三中队 人员正进驻于基地中 来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海豹部队是什么 是海军的 它是三七突击的 这种特种部队 好 所以说呢 每个美军的特种部队的 价值功能 跟他的角色呢 是不太一样的 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绿扁豹是陆军的嘛 绿扁豹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训练兰波的 他就是绿扁豹啊 好 所以那是陆军的 所以呢 因为兰波这个电影 让他知道绿扁豹多厉害 好 与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在古关山区 每年均有互动操演 这个讯息之前 我们就已经耳闻了 这只是常态话 接下来呢 美国海豹部队 与陆军两栖营 陆战征收大队 海龙挖兵 海龙挖兵 还有陆战队 会在澎湖水域举行 闪光操演 这个比较有趣 这是什么 我刚才说呢 海豹部队是三栖演练 所以呢 在演练些什么呢 我都认为是躲岛 或是呢 岛屿的这种攻防 或是呢 相关在东沙 不然你怎么会出现 海豹部队呢 好 这个还是属于战术的 那我要回应一开始 那美国就会说 那你们现在对南海的想法是什么 没有想法 对于东沙跟太平岛 你们的整体战略是什么 您叫我干嘛就干嘛 对对对 这也不是这么 也不是这么简单 他是提醒做这些东西的战术也连背后都应该有战略的指导原则 最后来看看 你看 2021年针对台湾成立特战合作组 特战合作组美队约10领队式少校 美帝式驻台拜连 美联伦第一次现已成为美国在台的常驻部队 美军迁派遣完整的建制编组来台 然后由美国担任教官 所以呢 胡锡进啊 虽然现在已经不在台上了 胡锡进说美军来之日啊 就是开战之时 或者是呢 美国的船舰的进入高雄港呢 就是呢 首战集中战 我们不想打脸胡锡进这样的常态化的事情 战术的这种训练事情呢 在过去这几年间呢 老是在做 打脸的不是胡锡进 打脸的是马英九前总统 因为什么 美军不会来吧 或是呢 美军的航母啊 都是二手的 哎呀 首战集中战 这些讯息告诉大家 台缅交流是有基础的 在这个基础之中呢 还是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